关心病,属于祖国医学的胸病,真心痛半愁,中医认为本病多因思虑过度,劳伤心脾,也时不洁,贪医内生,情志补偿,干预气质等引起,而以年高胜趋者为多见,采用药膳小理,有独特的疗效。 一,气阴两须行政见心计,气短,胸闷,心前吃痛,头晕,二明,失眠多梦,腰心酸软,质疑意气养金,跨越铜锣,人参粥,人参粥,人参六个,扶灵二十克,麦冬十克,精密五十克,心意选间煮人参,扶灵,麦冬取之去扎,有之煮你做粥,晨起做早餐食油。 二,二,还明显卖行政见凶们憋气,振发性心痛,心黄,云含痛重,胃含之冷,变色苍白,至于温新鸯,多卖络,谢白粥,谢白十五克,白残香五克,小米五十克,心意选金煮谢白,残香,取之去扎,用之煮你为粥,早晨丰富食用。 三,弹卖组织行政见凶们如智耳痛,气短转醋,割脱餐鞋,恶心,拉叉,不胀,心系少年,至于火续化欲,低潭通络,花老来福子粥,全花楼二十克,来福子十五克,白米五十克,鲜水煎花老,来福子取之去扎,以至煮你为粥,淋水乾空复服食用。 四,心血域,行政,见凶们刺通,互定不移,半凶们气短,蛇至死暗,蛇边皆有欲点,扣唇清词,至于火续化欲,唱通血脉,陶仁山楂粥,炒陶仁石刻,山楂三十克,大米五十克,将陶仁,山楂岛碎末,和大米共同煮粥,空腹服食。 另外,向关心病患者推药两个经验方,一,红花檀香茶红花五克,白檀香三克,加上两位放人有盖背中,用被水冲泡,当茶提饮,一般的冲泡三到五次。 当天已完,本茶提可获血型气,化盘生病,主治气质血腥关心病及心肌梗塞,症间胸部疼痛,偶然想发作,心肌乏力,胸脉气短,蛇至死暗或有瘤疤,研究证实,红花需要心肺心脏,降低灌脉阻力,增加灌脉流量的作用。 对心肌缺险,心肌梗塞,有不同程度的对抗作用,一,红花茶剂两个月以上,可明显减少关心病,心脚痛的发作次数,减轻发作程度。 而单身蜂蜜也单身,蜂蜜各分时刻,先将单单加水500毫升,门火煎至250毫升,去渣流汁,对人蜂蜜调云,分早晚两次服用。 单身具有明显的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,能促进测试循环,盖上心肌微循环,而不增加心肌耗痒,蜂蜜具有强心养性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